那这从新北市政府拿回来的五星级奖牌 里长还有志工都好开心 今年5月中新北市政府里环境评比下乡 在复兴里这一站先是由里长说明之后实地考察 而这几年来经营复兴里 从环境绿美化到脏乱地的整顿 接着还环保在进阶 成立了黄金自收站也做水铺满 资源再利用结果也不负众望 这次成功挑战环境五星级九连霸 里长说一开始压力真的很大 因为有不能输的压力 我们都压力大家很大 我们的志工说他会睡不着觉 因为我也是会睡不着觉 可是我不敢讲 因为我有压力那么大 他们压力会更大 所以这个荣誉真的是得来不易 我当里长已经第13年了 可是感觉就是很快乐 因为有一群爱好环境的志工 跟着我协助我来做环保这一块 所以我们很荣幸在系值50个里 有4个里908的五星级认证 我们是其中之一 大家都很高兴的为我们的社区做一个很环保又美化的生态 然后大家都很高兴的很乐意的做 九年来都是五星级的里 其实我们住在这里是已有荣誉 而且整个环境各方面确实是改善了很多很多 系值区复新里为处市中心 包括活动中心周边的绿美花 以及靠近系科火车站一带的环境都要顾 除了定期扫地之外 拔草 浇水 种花都不能少 尤其在评比前更要做得仔细 里长说很感谢这群志工 不论老少都很用心 还有八九十岁的志工都很愿意出来帮忙整理环境 当然年轻的就负责出活 至于自身的志工则是拔草打扫 大家分工 则是再度拿下五星级的认证 志工们说 鱼有熔烟也很愿意为环境尽份心理 当我个人看到那种回缩物的时候 确实认为我们的环境真的不能再这样糟蹋了 但那一个宝特瓶可以整整一车 所以这里面如果我们今天不再做这种的工作的话 可想象我们国内的环境会变成是什么的样子 我们少年了 我们的环保 礼拜六 第二礼拜六环保 回缩 第四礼拜六环保回收 每个礼拜天都是打扫环境 我很感谢我们里长 我说他走在这 你有什么样给我们看 我们跟着你后面走 才有今天 不管老的少的 我们最大的年纪有90几岁的志工 所以大家都很认真 各司其职 有力量的就做一些比较初衷的 没有力量的就做一些比较轻便的 或是平常当机察 修正那些吸烟的 或是狗便便的 各方面还有私广告的 这些新变的也是分工合作的来做 打造五星级社区 在大家的努力下 复兴里的居住环境越来越好 加上惠林 细致采访报道